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苏伟不是真凡日 广东内线被打爆揪出最大水祸 杜丰错付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先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广东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广东队惨败之后揪出内线的最大水祸 我们知道在最新一场进行的比赛当中的广东队也是在是因为实力呀 比不上对手的话 输给了辽宁队 现在呢也是0比2的 处于一个很落后的局面 对广东来说那么这场比赛之所以输掉了那么其实没有其他的一个借口和原因 就是因为实力不行 那么相比较于辽宁队这边整体的豪华阵用啊广东这边的阵容呢真的是一言难尽 一塌糊涂 首先我们看到的伤员就非常的多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啊各个位置上的基本上都紧缺人 来了回回来就依靠着那几个伤员包括一些老将来撑完全场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广东能够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分数了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确实对杜丰来说呢即便他有再好的一些战术办法呢在现在没有球员可以用的情况就像了他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办法 可以实现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其实广东这一次的一个整体战败呢是完全没有在意料之外的 当然其实我们回顾本场比赛可以发现那么广东队这边呢他们最主要的问题呢 还是出现在内线方面 那么尤其我们注意到的话那么这一次呢在整个内线的表现过程当中呢 其中有一个球员真的是堪称整个球队最大的水货 拖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那么因为有他的存在的话那么莫兰德呢也是彻底打爆了广东队 那么这个球员呢就是阿联一剑联 可能呢大家觉得说阿联是水货啊确实啊这种说法呢多少有点贬低他的意思 但是说实话全场比赛的话他的正负值呢是最低的 我们看到阿联首发出产23分钟左右了那么他的一个整体命中力呢是非常糟糕了 最后只拿到6分7个篮板那么正负值的话是全队全场最低的-21 所以从这个数据当中你就足以看得出来阿联在整场比赛表现了有多么糟糕 当时呢我们看到他对标的是啊 辽宁的内线外援 莫兰德那么我们看到全场比赛的莫兰德全场的都 把阿联给打爆了 甚至呢在一次格扣完之后的话莫兰德呢还有些挑衅的意味呢一直盯着把这个眼光呢 看着阿联就是告诉他说现在我才是全场的最好的一个王者 所以从这一点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么本场比赛莫兰德呢完全没有把意见的呢当一回事也确实呢把他给打爆了 那么后来如果说不是杜丰这边呢把苏伟拍上来的话这个大巴车彻底堵住了莫兰德的话那么莫兰德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会继续拉开比分把广东队打得更惨 所以说实话其实啊这一次阿联真的是拖了整个球队的一个水货那么确确实实他在内线方面呢 已经不是像他巅峰当年那样的起到一个支柱的作用 那么可能呢就其中的问题呢一方面是因为阿联的确实老了34岁的一个老将的话 现在的一个整体体力跟状态呢已经是和巅峰时期相差太远了 另外一方面也主要是因为前面几场比赛的强度太大了阿联的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隔一天的就要参加比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那么广东这边的又没有其他的球员的可以用去帮助阿联的去分担一些压力 所以其实如此一来呢杜丰也只能够了拼命去使用阿联让他过度复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又处一个中年的年纪他又怎么可能扛得住呢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可能杜丰的终究是错付了在此前的确实是寄予厚望给阿联但是从现在来看的 阿联毕竟不是壮年了那么对杜丰来说也必须要早一点了 认清这个现实 当然其实对整个广东对杜丰对珠方宇来说呢在下个赛季那么在内线方面的 一定也一定要进行补强 因为现在的一些球员的已经是难堪大任的 不管是真凡日苏伟啊那么他们这几个球员的作为一个替补的话 甚至都是 不及格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阿联不能够使用了那么其实引入新的内线强远的话 确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和优势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那么广东对如果说本赛季真的惨败之后 下个赛季真的要针对相对应那些位置 尤其是内线这个方面的话 进行补强才能够在下个赛季 卷土重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